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30号 星期六 英国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NHS现在已经基本上接近崩溃了 这个消息其实去年就有 但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报 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 它就已经出了一些问题了 它这个问题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其实是近20年累积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说这个问题 我总觉得它是可以解决的 你知道吗 我总觉得它慢慢的就是说政府一刷这问题之后 政府下力量去解决它 但是现在到了2024年 它还是解决不了 而且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 这问题可能很有可能 未来会长期存在 当然现在英国政府还在想办法去解决 但是不怎么知道的话 我们觉得因为已经积累到这个地步了 而且如此的恶劣和糟糕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必要为这个来录一期节目 先来看 我们先说说2023年的时候 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 好像去年的报道 然后我们说今年的 咱们因为它这是一个累进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说一下 因为要说清楚 要不就说你都去年的消息 前年的消息 这个东西它这个新闻它是一个递进过来的 好不好 咱先说2023年的 二天是这样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简称叫NHS 我们后面有可能就拿这简称 因为省一点时间 NHS曾经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医疗保健的服务体系 是英国人的公认的国家形象 在伦敦奥运会上还拿出来展示了英国的国宝 就是说你看我们英国人有这种东西 能享受这个 你们有吗 对不对 本来是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如今医疗服务缓慢滞后 患者无法公平显有医疗保健 医务人员也长期不足 英国NHS的护士医生在前年2022年和去年2023年 陆陆续续举行了多轮的罢工 导致了大规模的医务人员罢工潮 在据英国医学协会统计考虑到通胀因素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初级医生的实际收入 在过去15年下降了26% 当然这是把通货膨胀考虑进去了 就是说假如不长的话 有通货膨胀的话 实际上相当于我是降低了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2023年4月去年 英格兰地区的数万名初级医生罢工 导致了35万次门诊预约和手术 干脆就被取消掉了 部分医院多达一半的医疗计划受到影响 其实前几个月的时候 韩国也出现过医生医护的罢工潮 也出现很多问题 而且导致很多人不能够及时就医 可能就死亡了 就没办法 纽约时报说 英国有720万人超过总人口10% 在等待关节致患 背部数数或者白脸障数等治疗 反正有720万人在等待 这个还不是最高值 这个还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到后来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达到780万 反正它这个数字一直是在变化了 是在变化了 然后而等待时间的通常漫长 且不确定 数十万人在被转到医院专科门诊之后 也遭到了拒绝 因为没有可安排的医生进行诊疗 整个医疗服务出现了严重的堵塞 病人只能被退回到家庭医生处重新等待 据统计 2022年英国有几千人因为救护车和急诊服务不堪重负而死亡 就是说我预约的手术做不了 或者我叫了救护车救护车来不了 那就死了 就一年死了几千人 纽约时报说英国的医护人员和患者 现在都在为NHS崩溃付出代价 患者付出生的代价 医生的付出可能是收入 外面那种代价 英国卫报 刚刚说的纽约时报报道 大家看英国卫报报道 英国卫报报道 2022年在全英国有27.2万人 用自己的钱 在私人医院 在私立医院做手术科科科病 因为NHS是他的国家的一个 是公共医疗系统崩溃了 那怎么办 我用私人的 但私人就会很贵 然后私人的话 国家好像不怎么给你报销 你要自己想办法 比新冠爆发前一年 2019年的10%9万人 有大幅的增加 没办法 而且数据显示 英国的私立医院 就私人医院 在2022年 去年共收治了82万名 也就是 他这个报道 是2023年的报道 说是在2023年就去年 就是对于2023年 对我们看来是前年 前年一定要说清楚 我说杠精特别多 2022年一共收治了 82万名住院病人和日间病病人 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 英国卫报报道 说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受到了三次浪潮的一个伤害 就为什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他说首先第一次的时候受到伤害 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当时保守党政府推动市场化 关闭了免费长期住院护旅 改为了收费 然后第二次是20年代 90年代末21世纪的初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 利用与私人投资者合作的资金 建造了数十家新医院 而这些新医院背负着 具有的贷款和利息 至今到现在还没还完 到至今仍拖欠了几百亿英镑的 这个钱没还完 当时还没完 因为你贷款 贷款的话一般你贷款贷了30年 对不对 你想他是 他等于是90年代末21世纪初 也就是2000年前后 短大战将就二十几年 短大战还没还完 还差了几百亿英镑 那么2010年 重新掌权的保守党 又开始了长达10年的 紧缩政策 这个紧缩政策 就影响了英国国家的 医疗服务体制资金来源 所以就最后 这些东西是累积在一起的 这个累积效应 是一个毁灭性的 只要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 就是开始了 一直到现在 前前后后 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了 屡次的对它进行伤害 到最后这种 每一次都不多 但是累移在一起 就是毁灭性的伤害了 所以现在它等于是 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 基本上接近已经崩溃了 这个说的是之前的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然后一直到现在 40年代的发展 然后来看看今年 今年我们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2024年 有一位62岁的 叫Steve Myers 他的右期 关键人员需要做手术 然后他在2023年的1月份的时候 是第一次去了 去看了医生 就想办法 一年多之前了 首次后诊了两个月 才看见医生 因为在中国 很多人不能理解 什么意思 怎么叫后诊后了两个月 我一天跟金总讲 我在美国的时候 就是看病 发烧 给打电话 说我要预约一个时间 然后我要看病 我现在发烧特别严重 然后医生前台部 那个护士们说 好的 石先生这样 我帮你看一下 我们下个月的28号的下午几点 我们有一个时间 你看可以吗 卧槽 你听完你就觉得 下个月28 下个月我就死了 就烧了 就烧了 你知道吗 怎么叫下个月呢 就没办法 当然你可以沃克因 沃克因在那儿等 沃克因的话 你要等几个小时 很多 经常就是沃克因 总你要等几个小时 才能看到医生 就这样 我现在基本上 在美国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一般的发烧感冒 我是不看医生的 我就不去了 我懒得给他打电话 我懒得过去 大概其实我也知道 他要开什么药了 然后我自己买点药 自己就停一停 就算了 因为你过去之后 你几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最后你差不多 他也就那些药 就那些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只要没有到最后 转了肺炎 快死了 然后我也不去医院 小病就自己扛着 海外就这样 我知道每次一说这些 就有人说 你一大外宣 拿了中共的钱 在帮中共做宣传 说美国不好 好 你是个傻逼 你怎么来的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他们锅儿铁打的了 知道吗 我一会儿跟你讲一个 中文留学生 去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就三月份 就上个月 有个中国女留学生 在美国 于次卡了喉筒 最后花了八万八千美元 就是看病 当然他最后自己拿了 可能拿了个一千多 但是我到时候会再跟你讲 那又是一个 非常长的 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一会儿的 咱们再说 所以美国 他就这样 其实不光是美国 英美 其实现在差不多都这意思 所以首次看诊 等了两个月 就是说你 我知道很多的中国人 有一些翻墙出来的 就想来看美国 英国多么好 然后中国多么糟糕的 就看完这个之后 没法看 也介绍不了 觉得我们都在胡扯 就是说在抹黑 英国和美国 那我也没办法 好不好 为什么 上次我跟小伙伴聊天 也是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好像感觉 就是说我也在做YouTube 别人也在做YouTube 对不对 然后我做的YouTube 好像看着也没有别人订阅高 关系也没有别人高 但他妈我挣钱比他多 知道吗 有的时候他们说 他们说 回来有人跟我说 一个观点 就是说 你看看他们 他们的大量的订阅和观看的 次数这些东西 都是在什么什么 伊朗的某个城市 或者中东的什么鬼地方 知道吗 都是那个 全部都是VPN 就他们的订阅和观看 主要是从VPN组成的 而我的观看 还有订阅的 主要都是已在美国 或者什么澳大利亚 或者欧洲这种 就是说主体组成的 你懂吗 就是说基本上翻墙出来的 看我这个有点费劲 因为翻墙出来 就想看中国怎么今天完蛋了 明天要破产了 或者是你知道吗 什么西上里下都想看那个 我们讲的一些真实情况 真实情况 就是说可能我们看我们频道 可能还就是 你要在海外 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 了解情况 才能看这种真实情况 所以就导致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如果我的观众 主要都是在海外的话 我的这种广告的 这种分成什么的 就比他那些大量都在 什么伊拉克 什么伊朗 乱七八糟的地方 因为他那些地方 可能基本上 没什么广告 广告分成 或者广告收入 你懂吗 所以其实你的观众来源 也很重要 导致你的收入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也在想 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最后 还有就是说 你观众的这种消费能力 你观众就是说 因为你看 因为你要注册 可能给你账号 做绑定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然后你的那种 你的广告 跟他们可能都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为什么好像我觉得 对啊 当然咱们就瞎猜 咱也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反正接着说 接着说 第一次后转 等到两个月 然后两个月之后 给开了单子 去做X光检查 然后X光机器是有限的 也要再轮后 要等 给你排 比如说 你下个月来做一次X光 就这个意思 然后后来再转 专科医生 那么就前前后后 把最后终的诺装时间 到了2024年的1月份 12个月之后 仍然未从英国的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所处的 专科医生那儿 获得诊断 一年了 没看到专科医生 看不到 然后说鸦片类的指冲 因为他这个右膝一直在疼 鸦片类的指冲药 会有成瘾性 所以药活上标明了 不要服用超过三天 但是说这12月来 说Steven吃指冲片 跟吃糖一样 因为他一直疼 他治不了 没人给他治 治不了 吃12个月的指冲药了 那时候越来越多的英国人 迫于NHS 英国国家医疗系统的崩溃 所以轮后无期 然后英国自己的私家医院 收费又太高 没办法 只能怎么办 前往其他国家就诊 Steven Myers 他最终前往立陶宛 去就诊 Steven说 他说我在英国 我纳税 他62岁了 他说我一直在英国 我毕业了之后 我就开始交税 工作交税 然后我还缴付了医疗保险 他说我医疗保险交了45年的 从十几岁就开始交医疗保险 交到62岁 交了45年 我工作就开始纳税 这么多年了 但是到了我需要国家医疗 为我提供医疗服务的时候 我62了 我现在需要了 医疗帮不了我 没办法 2023年10月 英国NHS后诊医疗的人数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780万 有780万人在等待后诊 就超过了英国人口的10% 有10%以上人就看 都在等 在等待看病 780万人 2024年1月还不错 当然这个事出了情况之后 之后他也在想办法 英国政府在想办法 在用各种东西 投入这种医疗的资源 到了2024年的1月 到了今年的1月份 降至了758万人 减少了22万人 这也算进步 对不对 那么数据显示 截止到去年底 有超过1.3万人 在等候常规治疗的时长 超过了18个月 就什么概念 我要约一个医生 然后要等到18个月之后 才能见医生 但是这个也是非常多 非常少 这也非常少 因为700多万人 只有13000人 是等了18个月 才看见医生的 这比例也不算是很高 不算很高 但是人数也不少 1.3万人 对不对 13000多人 等了18个月才看见医生 而你要知道 这13000人是等了18个月 等了12个月的 等了5个月 等了6月 等了两个月 那就非常多了 那就非常多了 绝大多数 基本上没有我们不等的 对不对 那么英国的智库财政研究所 2024年年初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发表的报告估计 到2027年的12月份 由于英国政府 大量的这种投入 还有想办法来帮助 这国家医疗系统来复苏 他认为到2027年12月份 这个人数会急降 会从现在不是 今年的年初 2023年年初 不是758万吗 他认为到时候 会降到650万人 能减的100 能减100多万人 到了27年 这个 你就 你看到你就觉得醉了 所以本来 我其实怀揣着一种 我总觉得 我们少说这种东西 对不对 就是说海外有不好的东西 我们尽量假装看不见 对不对 我们尽量少说 不要好像感觉 我们在黑英国 在黑美国一样 但是到了今年初 当看到了英国智库 在今年年初 发表这个报道之后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说一说了 因为看这意思 短期年是解决不了 他认为到2027年的时候 能降到650万人 这什么概念 650万人少吗 他也不少 你没解决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你实际上没解决问题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 要说一说了 然后我特别同情英国人 你要想过吗 这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说 你想不看都不行 纽约时报 什么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邮报 天天都跟你说 说中国人看不像病 600多万人 有一万多人 等18多月能看病 对不对 你就中国政府会压力很大 会想办法去解决 可能一年半年就解决这问题了 你懂我意思吗 他在英国没人管 没人管 这不行 为什么 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 我们有一种 怀率就是说 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情感 你知道吗 就是英国人也是人 我们也得关心一下 不能光关心中国人 对不对 我们也关心一下英国人 英国的病人也是病人 对不对 英国不还有电影 叫英国病人吗 对不对 我们也得关心一下 然后 这个Steve Myers 他说目前轮候人数 根本就不能反映 现实中的等待时间 他说就顶风到 七岁八十万最多了 他说狗屁根本就不是 七岁八十万根本打不住 他说他们骗你 那说为什么 他说这样 你看 他说你看 我这等了12个月了 对不对 我再加上医生这等了12个月 到现在12个月了 我没能见到专科医生 那么我见不到专科医生的话 就没办法拿到诊断书 然后我这个膝盖需要做手术 对不对 那么我需要排队预约手术 对不对 他那七百八十万是什么 他那七百八十万 是在排队等着做手术的人 有七百八十万在等着做手术 我的问题是 我现在连专科医生都看不见 我拿不到诊断书 我根本没办法排队做手术 所以说我不算在这七百八十万人中间 我不是 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不在手术的轮候名单上 我连队都排不上 现在只能说 加上医生说 你这病我治不了 要转专科医生 转科医生之后要确诊 专科医生确诊了 知道你这什么病了 然后再跟你说 我们这有个亲戚也是 腿有点问题 来了之后 什么照X光 要什么核丝 要这 反正就把他一堆 你知道吗 先给你开一堆诊断治疗再说 你知道吗 来了之后 就根本是拿你找到 一会儿 一会儿我再给你讲 卡刺那你就知道 美国怎么说 咱先说英国 咱先别跑题 不管怎么知道 在这情况之下 他到现在 见不到专科医生 没有诊断 没有诊断书的话 是没有确诊 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知道吗 所以预约不了手术 什么都不算 排阅人里边 明白吗 所以780万 实际上不是一个真实数字 真实数字是多少钱 不知道 统计不上来 他说你即便看过专科 轮后手术 还需要两三年 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排上 你排了12月 没看见专科医生了 你排上了之后 你还要轮手术了 手术 我手术室 还要排时间了 要排两三年 所以斯丁·麦耶斯 最后没办法 没办法 他实在受不了了 等了一年了 天天吃止程线 受不了 他最后联系 位于立陶板 但也要等一等 那边也很紧张 但是等了四个星期之后 就叫他去了 就可以过去了 过去之后 做术前的准备 手术前的一个检查 一个例行的检查准备 然后又过了这么一个星期 给他安排了手术 去做手术了 那么记者采访了 立陶板考纳斯的 这家是一家私医院 这不是公立医院 我给你说清楚了 这个不是立陶板的公立 这是立陶板一个私立医院 所以他们过去 是自己花钱去做手术 但是就给你做了 你懂不懂 你要在英国的话 在英国 你也可以花钱 自己去私立医院做手术 做不起 太贵了 立陶板便宜 立陶板便宜 所以立陶板 考纳斯的首席外科医生说 说立陶板 在实行的叫公费医疗制度 一半依靠的强制医疗保险 另外一半由国家出私 所以大多数当地的立陶板人 都在公立医院的免费就医了 所以在立陶板 纳耶斯他们家医院 叫Nordcliknik 说这家私人诊所 他说我们这家私人诊所 的病患 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不是本国人 因为手术费 对于英国人来讲很便宜 但对本地人还是比较贵的 所以本地人不愿看 而且本地人 因为有医疗保险 都去医疗保险不花钱 为什么他自己花钱 都去公费医院看了 公立医院看了 所以然后他说 他们这家诊所 都是90%多 都是外国人来看病 当然可能也有本国的一些 特别有钱 有钱人 不愿意去公立医院 跟那外国人挤去 但是绝大多数90%都是外国人 这里边有多少 70%都是英国人 你就知道 英国现在医疗系统崩溃了 大量的英国人 跑立陶宛去做手术 去看病 他说 但是比在英国的私家医院 要便宜多了 说就举个例子 以跨关节致患术为例 英国一家私人医院的收费 是18000英镑 然后这18000英镑 还什么 还就是住院一晚 住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去出院 你去走 必须去走 你要是 你如果说你回家不行 你再转院 你再去转什么康复中心 或什么 不管怎么知道 反正我这儿是不收 我这后面还有人 等着要做手术了 我这 我后面那帮人排了很久 你别看私立医院 私立医院也在排队的 因为英国人 还是有人有钱 去私立医院看 所以一晚就去走 而且不包括附件 择手术住的附件 不包括你自己去找 再找附件医院 去做附件 那另外一回事 立陶宛私人整所 收费是8500英镑 比他省了差不多1万英镑 然后包括你一周的 住院的费用 可以在那住一周 而且这一周里边 还有理疗师来帮你做附件 你说怎么样 你在那一万八 这是8500 你在那待一天 你就滚蛋 之后一个星期 你弄好了 之后差不多 你走的时候 你已经OK 可以回家了 对不对 就你那便宜多了 当然这也是 立陶宛的私人医院 再次强调 其实也挺贵的 也不便宜 那么许多英国病患 没办法 他抱怨 说虽然预约到了 一年后的手术 那好不容易 预约到一年后的手术 我不愿意去花钱去做 我等了 因为英国国家给我拿钱 这是公立的 但是等了一年 等了一年之后 手术临近了 通知手术要延期 你要一延期就延一年 然后又等了一年 等了两年了 又发生件事 什么医院罢工了 不能提供我些服务 然后再把手术 再推一年 就给你推年跟玩一样 所以对于很多患者来说 说我都75岁了 我去了医院 医生跟我说 两年之后 可以给你来一个手术 患者说我都不知道 我能不能活到两年后 你就不能闹在找乐 这个事又是很多 我觉得中国翻墙出来 小伙伴可能理解不了 我刚才我在美国 我做手术 我摘胆 我胆摘了 我约了一个手术日期 先约了一个七月初 是不是 然后到手术临近 还有三天了 我都做好了 你知道 因为你要去做手术 你开舱破肚 你心理上总要有个建设 对不对 虽然我年轻 我可能不需要 什么太多的准备 对不对 但我心理上总要有个建设 我好不容易 做好的心理建设 临着三天了 给我打电话 然后手术要延期 我记得我从七月初 给我延到了七月二十几号 对不对 然后好不容易排好了 然后后来打电话 最后我是八月底下 做了手术 前后延了两次 第一次延了二十几千 第二次延了一个月 最后我到了八月二十几号 才能做手术 你知道吧 所以在美国 就是给你排个期 后来跟你说 对不起 取消了 往后延一延 延个一个月 两个月 跟玩一样 但是英国 一延了 不知道延了一年两年 这有点过 这有点过 还有我跟你说 美国移民局也是 你知道吗 美国移民局 你不认识什么 交材料了 对不对 交材料了 好 一会告诉你 你的材料有问题 我需要你补材料 你补吧 你补完之后 等三个月 等一年跟玩一样 你信不信 就是你如果不 你自己把材料准备好了 你交上去 你按规矩继续排 你可能排一年 对不对 如果一年的到的还你省了 跟你说你这不行 给你拿出来了 你这个差一个什么东西 你要补 你再补完之后 你搞不好再排一年 我不跟你开玩笑 你在营民局 你试试你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 当然了 就是说也不应 有时排三个月 有时排一年 反正就是 耗你个几个月一年 那跟玩一样 你跟美国移民局 打过一次交材料 你就彻底明白了 你跟他再找乐一样 而且你那东西交上去 根本没人看 你交上去 一个月了 你发现 到现在没有人受理 只能说我受到了 我还没看呢 一个月了 没有人看 你交到材料 根本没人理你 美国就这种情况 当然我知道 我一说这个 又来了 又你妈的黑美国 你拿了中国的钱 又他妈来了 这钱挣也太容易了 好吧 怎么着 然后接着说 然后说这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些人 在抱怨什么 抱怨说英国主要是脱欧 说老百姓 自己要负一定的责任 不能公关政府 刚才不说的那几个原因 他们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英国脱欧导致的 为什么 说这样 说英国国家医疗系统 现在面临严重的人手短缺 英国卫报报导 他去年也是去年报导 说NHS目前全职员工缺口 是15.4万人 现在缺15万人 而且到目前看起来的话 英国基础是一个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越来越少 所以我现在招不上人来 所以他预计 就是说全职职工的缺口 不但不能 政府在想办法 但是就目前来看 他认为 不但不能减少可能 还要增加 卫报估计 到2036年 人手的缺口将增加至57万 所以他需要人 需要年轻的劳动力 所以英国政府 此前依赖什么 依赖海外的医疗人员 或临时工来弥补 所以在英国 你去看病 你碰见一个印度大夫 是非常正常的 印度大夫 印度护士 非常正常 你知道吗 在美国也是 美国你去看病 那个护士 说的就那种 非常搞笑 搞笑英语的印度护士 中南美洲来的护士 什么墨西哥的护士 一大堆 也有中国的 或者是什么越南的 什么的 你知道吗 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干这工作 你进了护校 你就知道 护校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来的 但是护士 美国护士 正很多 但是美国人不愿意干 所以大量的护士 还都是外国人 医生的话 美国人还多一点 因为美国医学院 特别不好上 但是护士学院 相反来讲 就好上一点 纽约的时候 最著名的 就是那两个护士 我有好几个同学 都在那 学护士 还有美国 还有一个牙医 也比较容易 就是外国人 是比较容易上 我认识好几个人 都学压医生 美国医疗 正的 那就一个多 一会儿我再跟你讲 一会儿我已经讲 那什么时候 你讲一讲 美国的医疗 美国医疗系统 真疯狂到一定程度 不过怎么知道 接着说 所以他以前 可以依赖大量的 海外的医疗 和护工 来弥补 但是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偷 偷之后 导致 他外来移民进入 有点难 他以前跟欧洲在一起 欧洲如果外来移民的话 他整个他是一个欧盟 他是一体的 他就可以从欧洲 吸引一些外来移民 伊特法兰的一些人 就过来 但是由于脱欧之后 那么来自欧盟成员国的 一些医生和护士 就进不来了 进不来了之后 而且还有可能 千日到期的 怎么知道 就流失 流失严重 今年 今年 1月份 2023 2024年 今年1月份 一份的调查显示 说最近三年 就是说 英国脱欧的 这三四年 最近这三年 英国每年 有9000名外国护士 被迫离开英国 但是这里边 有很多问题 一个问题 是他脱欧了之后 导致身份问题 后来我查了一下 这个完全 扔给脱欧 也是不对的 还有一点什么 就是说 英国 他现在NHS 他由于英国政府 在搞紧说政策 给钱给的少 你知道吗 他实际上 他说的是不对的 不光是因为欧盟 脱欧导致的 要走 他英国实际上 政府给了这些人 一些名额 就是因为我现在需要 护士和医生 我给的名额了 给他们了 但是这些人 不是完全因为 深刻的问题走的 这个来讲 他的调查 我觉得不严谨 这些人有很多人 是因为收入问题走的 这些人走了之后 你要去哪了吗 去了美国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为什么 你知道吗 钱多 给的钱多 给的钱更多 英国 他尤其是在NHS里面 因为他是公共医疗 他薪金是有限的 但是美国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给的钱多 这来讲 你也承认美国 在这方面就优势比较强 你还记得 当年就是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 买口罩 对不对 然后本来这口罩 说好了 是卖给什么英国 澳大利亚的一个的 然后美国的过来了 你已经签好了 对不对 他这样 你原先比如说 就是一美元 一个卖他的 对不对 你知道你有一个 一共是一亿 对不对 我给你两亿 你把那合同撕毁了 然后把赔偿金付了 然后把口罩给我 还记得吗 当时就闹到 全世界都是丑闻 说美国人不要 来了之后 重金 然后给赔偿金 然后拿了几倍的价钱 把这些口罩全弄走 因为美国需要 那就这样子 那就没办法 他有钱 他钱更富裕 所以美国的护士 钱 我跟你说 就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前十几年前 我就听说 美国的很多护士 如果加班的时候 就是说每个小时 是80美元 一个小时的薪酬 到现在 据我所知 现在很多的一些 那种极品的护士 什么极品护士 不是跟救护车 那种极品护士 年薪能达到 三四十万美元了 已经 美国现在给护士的 当然 我以前在纽约 我讲过好多次 认识一个 就是咱们中国的 一个小女孩 去学护士了 因为护士挣得多 去学护士 因为跟救护车的护士 挣得最多 他就跟着救护车了 然后第一天上班 然后那边打电话 说出车货了 有一辆车在高速上 出了车货 然后从超过高速上 翻出去了 翻出去之后 医生带着他就去了 到那之后 就一看来 这个人从前挡风 飞出去了 飞出去之后 就找到这人了 人的台上担架要走 一个一看的不对 少了一条腿 有一条腿没有了 你说少一条腿 那不行 你赶快去告那个护士 你不能让医生去找 告那个护士 他第一天来 他就吓坏了 人的血乎流乱 还少了一条腿 就吓坏了 在这直抖 一听一看的正经事 也给不了你干了 给你点最容易的拆事 给了他一个手电板 因为晚上 晚上他那高速不都黑了 黑了之后 但路灯只照高速里边 没照高速外边 高速外边 杂草丛生 你知道吗 给了他一个电板 然后拿着电板 到那杂草的地方 找那条腿去 去完那条腿找出来 找回来之后 咱里给他接上 看回来到医院 看能不能给他接上 对不对 因为刚断 到医院 如果半个小时 那可能卡一个 接上还能凑不住 你知道吗 反正他就哭 你知道吗 然后又冷 夜里边又冷 然后没有光 都是杂草 他要担心里面有蛇 他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有什么 他担心 有个蛤蟆也吓死你 对不对 他拿着蛇 往那里边 就在那刀里边 翻着找那条断腿 你知道吗 找那条腿 然后医生一看 说一怎么办 医生着急 医生说这样车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回去 你在那找 然后一会 再有一辆救护车 过来找你 如果找到了 然后就给他扔那 高速边 然后拿那个 一个小时八十美元 倒是 但是都快吓死了 你知道吧 哭啊 回来哭啊 哭了眼睛都快哭瞎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是你也不要看 美国这个护士挣得多 美国护士 他一年挣了三四十二美元 是挺多的 但是你要明白 人家这个 也付出了这个辛苦 你知道吧 人家眼睛都快哭瞎了 还得看一眼 对啊 还得看一眼 所以呢 就是 所以呢 他每年啊 最近三年 每一年都有九千多 这种外国护士 离开英国 前往美国 新加弹 澳大利亚 为了就是为了挣钱 挣更多啊 说完这几年前啊 英国患者在NHS的 轮后时间 一旦超过一年的话 那英国政府就给补助了 超过一年了 你就 英国政府觉得 这样不行 那给补助 给补助 怎么办 英国政府给你拿钱 拿钱之后呢 资助你前往 包括立陶宛在内的 一些呢 这个东欧国家 就一些东欧国家 有些条件 也还不错 然后呢 这个 非常便宜啊 所以英国政府呢 给你拿钱 英国政府就资助 你就可以去了 但是呢 就有个问题 这个制度呢 在脱欧之后呢 就只能取消了 因为脱欧之后 跟他们没关系了 这以前大家都是欧盟的嘛 都是欧盟的 那我给你拿钱 你去那儿去看病就得了 都在一个体系里 那现在大家不在一个体系里了 所以呢 就是说呢 脱欧之后呢 就没有了 英国政府就不在你拿钱了 所以以前呢 英国的这个NHS 也有问题 但有问题的话呢 政府拿钱 你就去欧洲掌握 看病就得了 那现在来讲呢 就没办法 换成就只能自费 那这也是脱欧 这个的确是脱欧大家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反正脱欧嘛 它有一些的不好 跟一些好处 他在这里边说的 都是不好的问题 但是好处他都不说了 还有一些好处呢 对不对 你不脱欧的话 你每年进来多少 这个穆斯林的难民 你现在英国很多那个区域 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穆斯林难民 对不对 然后你英国人自己穿个短裙去了 被人指鼻子骂 说你不要脸 你穿的这么大 来我们这儿干什么 你来勾引我们的年轻人 英国人都说他懵了 说我这是在英国吗 我在英国 我穿个短裙 被一般人指着 我鼻子骂 你先网上搜索那些视频去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他现在脱了之后 最起码这些问题 就得到一些缓解 但是呢 他有问题 就是说现在就关于这个 就是说医疗人手不足 但是这个 其实光是他嘛 现在发达国家都这样 日本不也是嘛 日本大量的在招越南的护士 什么这个印尼的 缅甸的 对不对 中国的护士可能也招 招一些护士 他因为日本现在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薪酬不够 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去日本 打黑工了 你知道吗 因为挣的太少 专专业跟在中国送外卖差不多 就没意思 现在英国 日本也是在这 就是说呢 发达国家 发展不起来 薪酬没有了 实业都没有了 光是玩虚的 玩金融 又渗透 那钱又渗透不下来 导致了国家最后也 也没有权 整个就挖空了 去时务虚 中间都已经就 看着 表面上看着 还是发达国家 那里都被挖空了 然后薪酬上不来 要以前的话 我有钱 我钱多 我到发展中国家去 我雇一帮廉价劳劳 来给我干活来 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就没办法 然后呢 要不然的话 就自己国家能生了 自己国家又生不了 自己国家又全部都是 不管是英国日本 都是一个就是这个 生育率低 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多 都是如此 所以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不管怎么着 对于未来 英国首相新伟成 去年宣布了一项 为期15年的一个计划 他要招募和培训了 30万名护士和医生 在第一头5年 就会投入了 24亿英镑的预算 但是批评说 说计划 没有为工资增长 提供资金 他说这个实际上是 防止医护人员离职 唯一有效的方法 你要给他 涨工资 但是你这些工资 都是给那些新来的 30万的 护士和医生准备的 那你老的医生的护士工资 长不了 长不了的话 他们可能还会跑路 那可能因为美国收入高 都去美国了 你知道吗 那哪儿收入高 他都去哪儿 所以呢 就这样来讲 他们认为 恐怕很难 他们认为就这样搞下去的话 到2036年 人手的缺口会增加到57万 就是说你这么搞的话 就是说你增加了一部分 但又跑了一部分 最后呢 你增加那一部分 可能搞不好 还没有你跑的那部分多呢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啊 那原先我认为 去年的时候 我还认为英国呢 反正英国首相新北城 我也在提这计划 五种人会缓解 那到今天看来呢 也是很难 所以英国政府 如果不用更加强力的政策 和手段的话 目前来看 到了27年 到了36年 这个情况呢 就算不严重 也不会好多少 恐怕还 就一直维持在这么 当然有可能就是说 你排队的时候 对不对 你前面排了780万 你很崩溃 对不对 那也许好一点 后来你排了前面排650万 你是不是可以感觉好一点 也没有 也没有 不会 你排队 你前面排780万 和排650万 你从感受来讲 除非你傻 你稍微记定点 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 有什么区别 你懂意思吗 就是前面排100万 你也不会有什么区别 你懂吗 所以就 他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所以英国目前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前两年 我们也没有太说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没有再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好不好 我们也不是说要抹黑神 我们也是说 就是说我们也都关心一下 希望英国政府 我看了这个之后 就是说如果也觉得不好意思 如果通过我们的这种节目 对他心想施压 然后他痛定思听 要解决这问题 我们就为这六七百万这些患者 带来的福音 对不对 这就是媒体力量 第四权 对不对 所以还是我们要解释 我们不是说黑谁 我们只说希望他能够变得更好 好不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